右笔定中诸善男子 见傻音修授音明摆 前无心正 归时故居 智力甩耀 入中挥地 随无所见 心中忽然声大哭咳 于一切时沉溢不散 将此以为 清净尽相 右笔定中 这种定中诸善男子一切的修道者 见傻音修授音明摆 前无心正 向前去啊 也没有心的正德 归时故居 向后边呢 他以前所居的那个地方啊 也没有了 智力衰微 他的智慧啊 也不充足了 也没有那么猛力了 这也就是忽进忽退 这个在功夫上 入中挥地 就到这个 啊 要堕落这个地方了 永无所见 他呀 也没有什么感觉 没有什么所见 心中忽然生大哭咳 在他心里面呢 忽然间就生出一种感觉 这感觉是什么呢 啊 生大哭咳 身里自己呀 觉得很单调的 啊 啊 很呢 哭咳的 啊 什么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呢 啊 在这个地方啊 啊 哭咳 咳 咳什么呢 要需要佛法 需要佛的法水啊 啊 来认识他 枯燥 他叫的啊 枯干了 就来啊 干了 什么都没有了 哎 想这个啊 就好像啊 那个人呢 普通不修道的人说 啊 感觉非常寂寞了 很寂寞的 寂寞啊 啊 寂寞无聊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聊 无聊了 寂寞无聊 啊 于是乎在这个时候 就要作怪了 做什么怪呢 啊 啊 还是那个 什么叫寂寞无聊 就是啊 本来我不想讲 不想讲呢 恐怕人不明白 所以呀 都是讲一讲 就是好像那个女人呢 要想男人 想呢 啊 瞧瞧 心里着急啊 枯燥的不得了 男人想女人 啊 这也叫枯燥 单调啊 寂寞 寂寞无聊 啊 就要找一个 好像就丢了东西似的 好像找又找不着 这个寂寞无聊 这个寂寞无聊 一切时啊 在一切时啊 沉溢不散 啊 好像那个男女啊 有了相思病 啊 沉溢不散 总想着 总想着 想着 啊 想来想去也忘不了 啊 啊 啊 讲词以为秦经浸相 他以为啊 这样的 这就是啊 秦经浸的一个相 啊 他沉溢啊 不散 这种的枯燥的心理啊 他以为这就是一个经浸相 这个名字啊 叫什么呢 这是在寿淫这个这个警戒里边呢 在寿淫的时候啊 啊 修心 不会自私 没有智慧了 没有智慧了 但是你不要害怕 没有智慧了 你悟在悟就 你要搅悟了啊 这是一种警戒 那就没有问题了 你要不搅悟啊 总在这个地方啊 这是单空直击 在这个地方啊 怎么沉溢不散 啊 那就会干死了 干死也 也 也 没有什么成就 非为圣证 这不是啊 说啊 这样就是证 有所得了 证了圣国了 不是的 不要错 嗯 错认 认贼作子 不要认这个贼也作子 要做圣结 才有一抹 入其心肺 没听 这多危险 真危险啊 啊 如果你要做圣结呀 才有一抹 入其心肺 啊 旋在一处 失于正寿 当从轮舵 你如果要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警戒啊 才有一抹 有这一种记忆东西 专替你记忆东西 你记不住了吗 他 哎 他帮你想着 他来帮你忙 啊 他看你呀 这 呃 进了个记忆 记忆 啊 你这么欢喜记忆 他来帮你忙 帮你忙记忆 啊 就入你的心 心腹去了 旦夕戳心呢 一天到晚呢 把你的心给你啊 悬起来 戳就是悬挂起来 悬在一处 把你的心呢 给你这么悬到一起啊 啊 悬过一处 一处 失于正寿 你得不到正寿 方从轮舵 啊 将来久而久之也会做地狱的 又比定正寿 孤善男子 见谁印表 寿英文白 褪力过定 失于能力 遗诸盛心 怀于心证 自心移移 事鲁舍摩 得少人 啊 遗诸盛心 又比定中 诸善男子 见谁印表 寿英文白 会力过定 会力啊 超过这个定力的 失于忙力 所以啊 他也就啊 自己啊 生一种忙力的心 遗诸盛性啊 遗在这个境界里边有这种盛性的 就是很不平凡的这种性 啊 怀于心中 他就啊 总在他的心里啊 怀念着 自心移 他怀念这种盛性啊 自己心里就移了 移境移了 自心移 你自己心里啊 已经生非中移悔 移悔什么呢 移悔他自己啊 是鲁舍摩佛 鲁舍摩啊 是凡语 此音叫光明辩照 他自己啊 他自己啊 因为他自己是鲁舍摩佛了 所以啊 就得少为足 得到啊 一点点的东西啊 他就认为是知足了 自己啊 就定力 根本呢 这去和很远呢 他自己 说他自己就成鲁舍摩了 成鲁舍摩佛了 此名用心 妄施恒神 灭于之间 物灾无咎 卑为圣证 这个名字啊 就用心 妄施恒神 他没有啊 常常有审查自己的这种功夫 逆于之间 他啊 对这个之间呢 分不清楚了 逆于之间 蜜言啊 就沉溺到这个里边呢 啊 英文 当然就是 也是当中的 sdick 第一句啊 啊 物灾无咎 如果要是啊 明白了 也就没有什么问题 非为圣证 这不是圣证 要做圣节 才有下列一支足膜 才有下列一支足膜 入其心服 见仁自然 活得无上 第一异地 事与正收 当成伦多 假设要自己认为自己啊 由这种的圣境的时候啊 就是正了圣果了 才有下列的 才有一种啊 最卑下的 最最烈的 最没有价值的 这种的膜 什么呢 一支足膜 他什么事情都是 一支足 容易知足 这种的膜 入其心服啊 又钻到他心里去了 就是付到他身上了 把他自己这个灵魂给赶跑了 啊 其实他是 这是个假 去笑了 是个假的 可是他自己还不知道呢 见仁自然 见着人呢 就说了 哎 你知道吗 我得无上啊 我得着最高的第一异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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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这个杜瓣街这 就有一个人天天在那个商业中心 那个就是站着 穿着花花绿绿的 那么一件衣服 他就说 啊 我住了五年山啊 我开了屋啦 现在我怎么怎么样子 我得着 我得着 我有神通啦 他 那个人 那个人 他原来也是拜我做师父的 是我的皈依弟子 但是他不听叫 不听叫 我在我妹来美国之前呢 你猜他怎么样子 他 在背这个大葫芦 在后边 背这个大葫芦上的斜着 就是 斜着这个 他是杜伦法师的徒弟 所以 学了很多的本领 谁有什么事情啊 找他都可以解决问题 那我妹来美国 他就在美国这招游撞骗子 现在到这来了 我到这来 他还招游撞骗子 但是现在他不不写我的名字了 以前我妹来的时候 以前我妹来的时候 这就是一种魔 就是这种魔的 啊 这是第一的 啊 失于郑寿 他呀 失去他的这个郑寿 所以 啊 你啊 他也不听我 我 叫唤他 从我来到这 他讲经 他也不听经 说法 他也不听法 他就说他 他得了道了 开了物了 有了神通了 啊 究竟什么神通呢 你们猜不着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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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神通 骗人 我也不知道 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有аний peoplebn otherachahu triangle 共选贵 入一席 ME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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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良 ME expensive 把速莎 osoby 做 shepherd member信 ذ Saint Froucai 利兰二计,自生艰险,欲心忽然生无尽忧,入座铁床,入饮毒药,心不欲活 长求愚人令害其命,早取解脱 又比定中,修道人定力深一点了,在定中,善男子见陕阴已消 受阴明白,他明白受阴 所证未怀,他所证得的,应该证得的道果,他没有德 故心已亡,所以他亲已经亡了,利兰二计,前计后计,他也都没有了 自生艰险,他自己叫得真危险咯,这可太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啊,欲心忽然生无尽忧,啊,就叫得什么都 有忧愁啊,烦恼,啊,有忧愁啊,就有烦恼了,有烦恼了,怎么样啊,入座铁床啊 他一天到晚想自己啊,哦,我在这个地狱里铁床上坐着呢 啊,我在这个铁床里啊,铁床上受罪呢,啊,这怎么办呢,嗯,这有这个,有这个身体啊,就是有苦的,入饮毒药啊,就好像吃了毒药,就来要死了似的 啊,心不欲活,他心里啊,一天到晚就想死了好,死了好,啊,嗯,中国有这么句话,那个要死的人呢,就这么说 死了好,死了好,又省裤子,又省矮,就穿着,这个棉袄叫矮,这个穿着裤子叫裤子,说是死了好,死了好,又省裤子,又省矮,大家这个人呢,也就是这个思想 哦,说是死了好,嗯,啊,嗯,跟那个,就讲到这儿,我在跟你们讲,这个人呢,自尽的人呢,都有,哦,这个,鬼呀,那个鬼呀,怎么样呢 就向这个人呢,叩头,他叩头啊,怎么说呢,他就,不过你这个要死那个人呢,他听不见,听不见呢,他就念这个咒,这个咒就是 也就是说 你死了好死了好 你快死了 快死了死得越早越好 你快一点死了 就就好了 那么这个要自尽 要自杀这个人呢 他这个耳朵虽然听不见他 但是他心灵上空着的 他心灵 因为鬼有他心通 他可以用这个 那一种鬼的魔气 到你心里 令你心里也去想 就相信他讲的话 心里能听到 心里能听到就相信他 于是会去回着吃毒药 回着去掉悬梁 回着去跳海 跳金门桥 就死了 金门桥也有很多鬼在那 你来回这个人 有谁要是阳气衰的 阳气圣他不敢见你的 阳气衰那个人呢 就是精气神都没有了 精气神都没有 没有阳气了 你一从来掉到货 他就说 你死了好死了好 然后就被你拖下去 拖到跳金门桥去了 所以这个人自杀的人呢 多数都有个魔鬼 在那叫他去 他才死的 这个呢 生这个 生大忧患 这个人也叫 长求于人 常常呢 他就叫 你把我杀了 是最好了 令害其命 你有法子 把我弄死 那是最好了 我好就得到解脱 那早取解脱 早啊 得到解脱了 此名修行 施于方便 物灾物灾 废为圣证 这个名字啊 就是修行啊 施于方便 他不明白这个方便法门呢 所以啊 就生出这种指招 生出这种指招了 物灾物灾 如果啊 明白了 就没有问题了 那非为圣证 这不是圣证了 绕座圣节 载有一番 长忧愁 入其心腹 手指刀剑 自隔其肉 那心欺蛇兽 魁肠忧愁 走入山林 不耐见人 施于正收 长从伦过 现在您听到这个经典 这个道理啊 切记不要乱打妄想啊 不要说 自己又要死了 回得又要 又没有什么了 你常常这样想 就会招这种魔的 这个世界这种魔 很多很多的 所以不要打妄想的 不要随便乱讲话的 你乱讲 你一打这个妄想啊 就有这种魔来 来 侵犯你 侵犯你 你那时候魔到你身上了 你就受不了了 你那时候就不自由了 你想不死都不可以了 要做圣凯 咱有一番 常忧愁魔 你啊 你以为你忧愁 忧愁也有魔的 为什么你忧愁啊 你要开 你要开佛眼了 你看这个人呢 他 没有发脾气的时候 没有鬼 没发脾气 一发脾气 那鬼就来了 鬼就啊 来帮着他发脾气呢 大一点 大一点 make more trouble 就来 后边来帮助 帮助你发脾气 你不相信 不相信呢 这个我讲的是真话的 你要问 为什么他就这样子呢 果宁常常都要讲 说他们读书的时候 就先生教他们 为什么有人就这样子 你要是不信呢 那就慢慢试试看 啊 入其心腹啊 到他那个身上了 手指刀剑 手指刀剑 啊 自可其右 我们也讲 那个王孝子啊 啊 那个王孝子 啊 在棚上瞅孝 就我以前讲那个常人大师啊 有一次 呃 他在定中啊 看见他一个侄子 在外甥 是他的外甥 被土匪捉去了 捉去了 这个土匪就要杀 要要枪别的 就要打死他 用枪 打死他 他在定中 相离十五里路 那个土匪 那个土匪要用枪一 一开枪 他们打的时候 他在定中 他们用手 给外甥 一堂 一堂这个枪啊 这个枪就没有 没有打上他的外甥 他外甥就跑了 可是跑了 这末末中就有一个 也是有一个要命鬼 就是这个土匪 为什么被他绑去 也就是遇到要命的 末末中有个要命鬼 有这种因果 那么他现在没有打死 他这个命没有要去啊 这个要命鬼 就找这个王孝子去 找他王孝子 他没有办法 他怎么样啊 就找他一个第二的弟弟 他第二弟弟 王二爷 就自己拿着一把刀 这鬼附到他身上了 自己拿着一把大刀 拿着一把刀 就到坟上去 找这个王孝子 就要把他这个 第二个弟弟 要杀了他 到这个坟上呢 很奇怪的 这个鬼拿着刀 这么笔着 要砍他自 他这个王二爷的头 但是这个手落不下来 王孝子这个时候 就念金刚经 念金刚经 一位念金刚经 他那时候也不讲话 正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谁呢 就是我的师父 那时候他没出家呢 他心里就忙得不得了 心里 心里脚的 也像不知有什么事了 心里着急忙慌了 心里不安眠了 是不是 孝子坟上有事情了 于是乎他就跑到孝子坟上去 一看 果然这个王二爷 拿着刀自己 要杀头 跟这个王孝子 就写几个字 说你呀 去买一点 这个烧纸啊 中国人讲 死人给死人烧的纸啊 就买一点来 我给他念经的超路 这里头有一个鬼 他想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王孝子就给他念经啊 超路了以后才没有事 所以这个呢 就是这种魔 就是这种魔 他不光 他因为要 是想要命 不是修行的 有这种魔 那么也可以说 是修行有这种魔 就是这个王孝子修行的 他多管闲事 就招来这种魔 要杀他的兄弟 杀他杀不了 因为他有定力 他也不达王想 那么没有办法 他找他的弟弟去 所以啊 自隔其肉 心情舍兽 就欢喜呀 死了 悔尝忧愁 悔啊 悔者呀 常常就忧愁啊 愁得不得了 所以啊 安心你听见这一段的文呢 不要 不应该 常常有一种的不高兴 不应该有的时候就 就哭了 也不应该有忧愁心 走入山里 啊 忧愁忧愁 怎么样 这个魔 他这个魔呀 到你身上 也一半有魔的力量 一半有你自己的力量 这个魔呀 他是借着这股气 你如果你思想正了 他就没有事 你思想要不正 跟着他转 优优 你就忧愁 越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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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跑到那山里 他就不见人 孤奈见人 失于正受 没有正受了 当从人落 这也会做地狱的将来 到最后 大家 谢谢大家